新冠肺炎病毒自诞生至今已经两年有余 相信大家对它肯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事实上科学家们对它的研究似乎始终追不上它变异的脚步 随着当下变种王者Omicron的大肆侵袭 美国日确诊分分钟突破100万 同时近期又被传出新冠和流感双重感染案例 大家的恐慌情绪又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想必大家面对这新一轮的感染高发期 多少都有些手足无措 问题种种 今天小编就以问答形式来替大家排忧解难 一 如果怀疑自己成为新冠密切接触者 该如何得到准确的核酸检测结果 随着身边人一个个传的确诊的消息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对自己是否被感染都产生了怀疑 纷纷拿出手机想约上一个COVID-19 test 但事实上我们真的需要每个人都去做新冠检测吗 并且我们何时去才会得到准确的结果呢 关于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 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了新冠症状 则需要立即接受检测 从而得到相对应的应对方式 如果你只是密切接触者 但并未出现症状 则建议大家在5到7天这个时间段接受检测 如果低于5天 很有可能病毒依旧在潜伏期 从而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 最后如果你曾在90天内 已经进行过病毒检测 并且呈现阳性 则只要你没有再次出现新冠症状 都不需要进行再次检测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盲目的去进行新冠检测 医师会浪费掉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资源 最重要的是在检测过程中 动则2到3小时的排队等候 更会大大增加大家的感染风险 2.两针疫苗若无效 为什么第三针疫苗会有效呢 现在很多人对第三针疫苗都产生了怀疑 如果两针无效 那再打一针就会有效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接种疫苗就相当于让免疫系统 进学校学习如何对付新冠病毒 所以第一针是上小学 第二针是上初高中 到了第三针才是真正到了大学 人体内还有一种叫做B细胞的物质 是免疫系统中大量产生抗体的细胞 当接种第三剂加强针后 B细胞会大量的增生与成熟 这对人体是否能够对抗新变种病毒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有T细胞 一种能够使用不同办法来辨别新冠病毒的细胞 T细胞经过第三针疫苗的大学生级别培训后 识别力会大幅增强 能够快速地侦测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征兆 三 新冠疫苗混打到底安全吗 有何副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 很多朋友在预约第三针时发现 自己曾经使用的疫苗公司出现缺货 不得不接受混合接种不同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关于这个操作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包括美国以及欧洲多国在内的研究数据表明 混搭和不混搭接种的不良反应基本相同 这也就是说 混合接种疫苗不会产生任何新的风险 不仅如此 研究表明混合接种还能激发强大的免疫反应 这简直可以说是意外收获了 至于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想必打过第一第二针的朋友都有过体会 比如扎针处局部疼痛 疲劳 头痛 肌肉疼痛 低烧以及恶心等 当然也有非常罕见的副作用 包括血栓 心肌炎以及心包炎等 四 最近出现的新冠流感双感染到底是咋回事 会带来超级病毒吗 日前以色列报道了一位患者 因同时感染流感与新冠病毒 体内出现了一个名为Florona的新变种病毒 随后其他国家也陆续传出了同样的变种病率 专家预计随着传染力较强的Omicron传播范围扩大 Florona患者也可能会越来越多 此症状可能进一步伤害免疫系统 不过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 目前仍无需太过担心 并且依照现如今的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毒 病毒重组通常发生在相似病毒之间 所以目前来看 这种交叉感染是不会带来大家担心的超级病毒的 五 妊娠期或者母乳期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该怎么办 会影响新生宝宝吗 怀孕人群的身体正在经历变化 这可能会增加他们严重感染的风险 在其他相关的冠状病毒感染 例如当年的SARS 乃至流感爆发期间的研究表明 怀孕人群的重症风险更高 所以该类人群首先就要万分小心 最大限度的保护好自己 比如接种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疫苗对孕妇没有特别的影响 甚至通过疫苗产生的抗体 还会通过母胎传给自己的宝宝 如果真的不胜感染 也不要慌张 首先新冠疫情不会增加流产风险 不过有一定的几率会产生早产 同时自己体内的病毒 只有非常非常低的几率 会直接通过母胎传染给新生儿 但在日后的照理过程中 反倒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染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如若感染 需要让母婴之间保持超过6英尺的距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相信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 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收集问题 答疑解惑 咱们下期节目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